我们可以说 中国大陆对于台湾下一代的政治人物 他们既然没有办法建立悟性的基础的话 共创双赢的日子也会随之而去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只说的主讲人 民众党党主席 2月1号柯文哲开张第一天 他就要进行所谓撰写 所谓的民众党的参选报告 就是一般来说是白皮书 谈到了两岸政策 他把九二共识 中国人凡是有中国的之语 他完全打差 他提了一个就是强国等据的一个观念 强国等据那是什么观念 就是说台湾在两强之间 不做棋子 这个是侯友谊先讲的 那他所谓的强国 没有指什么地方 没有指中国大陆 也没有指美国 但是大家一看强国等据 所谓强国等据那就是三个 就是依照GDP的计算模式 前面三个 第一个美国 第二个中国大陆 第三个日本 就是这样 就是说他在东亚这个棋盘上 他扮演的是强国等据 强国等据的路线 就是间接类似于马英九 和美 亲日有路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想用强国等据的方式 取代九二共识 或者一个中国 那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 就是说大陆 对于台湾政治人物的互信程度 我曾经列过一个表 我说互信程度最高的是谁 是连战 其次是马英九 再其次是吴敦一 我们以这三个人作为一个指标 各位就可以清楚到 2005年连湖公报以后 马英九当选 因为双方都有互信 马英九提出的所有的条件 通商通行等等 航班等等 中国大陆毫不犹豫的照单全收 这个是两岸关系的黄金时代 从2008年开始 但是2008年大家不要忘了 前面还有一个连湖公报 就是中国大陆在这段时间以内 他们是相信连战连先生的 所以连战居间 发挥了极大的功效 此大陆不至于怀疑马英九 所以两岸的黄金时代 我认为中国大陆对于台湾政治人物 信任程度越高 政策越容易开放 但是我们看看 我讲过三个指标 有连战就有马英九 有马英九就未必有无敦意 因为国民党内部现在经常在讨论 所谓的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究竟是他的精神呢 还是他们都在玩文字游戏 但是事实上九二共识是一种政治默契 这个是培植双方互信的一个基础 就是九二共识它重要的不在于文字 而是一个政治默契 只要大家都守住了这个政治默契 未来的纷扰一定少 但是九二共识在2020发生了巨大变化 就是他们认为九二共识等同一国两制 那从此以后 蓝绿白三党对于九二共识避之而不及 换句话说 无论是蓝绿白三党 认为九二共识在台湾已经没有市场 那当然你可以取消这个九二共识 你要取消双方的默契 纵然取消双方默契 可是政治人物之间的互信跟他的诚信 究竟要往哪一个方向走 那中国大陆现在看到 台湾几乎已经没有一个政治人物 可以相信 我们先来讲连马 连马中国大陆是相信的 吴敦义未必 再到了朱立伦更未必 因为国民党内部屡有修订 九二共识之声 只不过他没有找到方向 拿九二共识 充当门灭 但是民众党是直接 否决九二共识 那过去中国大陆 对于台湾的政治人物 他们对 柯文哲薄为信赖 是因为柯文哲讲了两岸一家亲 那两岸一家亲 他在中国大陆 讲了很多次 可是回到台湾以后 被民进党 甚至于其他党呆 骂的是狗血丁头 所以柯文哲 也不再讲两岸一家亲 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他提出了强国等据 强国等据就是无疑说 我要跟各个强国保持等距离 类似于马英九的一种说法 好 亲美 有日和中 对不对 然而中国大陆是因为信任马英九 所以在马英九的政策上面 他不做巨大的挑战 然而中国大陆信任柯文哲 信任朱立伦 信任郭台铭 信任侯友宜 信任柯文哲 信任赖清德吗 中国大陆现在对于台湾 新一代的政治人物 几乎是毫无互信基础 一个毫无互信基础 不管你制定怎么样的政策 中国大陆绝对不会买单 所以我经常讲 政治人物之间的互信 是非常重要 有了政治人物之间的互信 才有共创双云的机会 但是台湾对于中国大陆 就是有一种摆脱不了的恐惧 这个恐惧是希望在文件上面 你给我写得非常清楚 换句话说 都在搞文字游戏 就是说他希望在文件上面 中国大陆你给我一个什么承诺 一定要白纸黑字的讲清楚 事实上历史告诉我们 你写的再多的白纸黑字 双方没有互信基础的话 必然是冰龙相见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当柯文哲的民众党 提出了强国等据以后 中国大陆过去对柯文哲 应该是博为欣赏 也认为他是一个 可以共建互信双云的政治人物 如果两岸政策 还是以如此的方式 粗糙的方式制定的话 我们可以说 中国大陆对于台湾下一代的 政治人物 他们既然没有办法建立互信的基础的话 共创双赢的日子也会随之而去